原府九帝左右 二十日胡二等归 皆帝十三页书 聚悉一切 所论凶之善处 虽未克当 仁义足以自宜 凶之郁郁不自得者 以生平行事有出先中 此次又草草去植 至失勿忘 不无内疚 长傲 多言二臂 立官前世轻大夫兴衰 即近日官场所以致或福之由 未尝不视此二者为书姬 故愿与朱帝共相见戒 帝能成此二者 而不能勤奋以徒自立 则仍无以兴家而立业 故又在乎朕刷精神 力求有恒 依改我之救者 而朕家之披姬 帝在外树 月 声望坡龙 总 总须始终如依 无怠无荒 树姬子弟为初恤之生 而于胸义带为桑鱼之补 至主至主 此轻奏赴这将 令人悦之弃亡 以此欲之坚忍 故已有出头之一日 而永公亦可谓天下之快人快事已 帝劝我于左记高通书问 此次暂未狭作 准于下次祭地处转地 此意兄长傲之异端 帝既有言 不敢遂飞也 咸丰八年三月念四日 这次暂未狭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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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准备